有一位阿咪回应长谷说, 即是说西方医学现在主流医学控制着我们这些, 是很有局限的, 即是很多我长谷的朋友都说免得个人不去看西医, 这些西医除了有极小部份是现在做得比较好, 即是那些急急扶危急症外科手术这些, 其他一无是处做错, 因为他们的方向搞错了, 这是长谷讲了四十年基本论调, 但阿咪就说,它代表很多人的看法, 所以我要在这不拍沉气, 你听了一万次再讲一万来一次, 阿咪就说,但有时病的时候譬如胃痛肚痛, 如果当时夜晚身边又无自然疗法医师, 自己又不懂得怎样为自己用自然疗法减轻痛苦的时候, 就可能会想先先食一粒西药, 让自己的痛苦减轻, 再想怎样用自然方法去医治这个病, 希望长谷可以拍个视频, 教我们怎样用自然方法去救救身体, 譬如你说如果被蜜蜂针, 就可以喝天水, 如果是胃痛肚痛, 就除了心医之外, 其实还有什麽办法呢, 减轻痛苦才讲, 然后才从心医角度去治疗呢, 我多谢阿咪, 阿咪我想你很了解长谷的立场, 你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去尝试实践, 长谷所提倡的事, 首先我想你明白, 你叫我用拍视频去用自然方法去救救身体, 我没有这样的资格, 虽然我自己都认识很多能量的东西, 我也都学过急救那些, 但是我不是很专业去讲不同门派他们的方法, 譬如就讲顺势疗法, 所以我要请顺势疗法的专才来教我们, 所以我们要开一些讲座那些, 你说平时去做那些事我都讲了, 牙痛,可以照一些虫针, 这样又不痛那些, 被蜜蜂针, 我去查椰子油这些, 先减轻痛楚, 还有很多办法, 用观赏方法, 用能量疗愈, 譬如考重拨, 用手疗, 你说这些剪不了痛, 是因为你没有信心, 你没有能力, 你没有那些技法, 是因为主流医学禁制我们, 尽量将这些教导去灭声, 不准我们讲事实出来, 因为我们讲这些事实出来, 他们卖不了药, 他们就少好手术, 就是这样, 还有他们不想我们知道这事实就是, 你现在自然痛将来更痛, 一定是, 你现在睡不着, 你吃安眠药, 将来更加睡不着, 你现在是没精神, 你喝了咖啡, 提醒一阵, 一会更加没精神, 一定是这样, 因为你是违反自然, 你是跟身体对抗, 我们要彻底由最基本的东西学起, 为何你会痛, 为何你会没精神, 为何你睡不着, 我们是索本尋缘, 由缘头那里去理解问题, 去尝试解决这个问题, 你说不行, 一定要现在止痛, 上海说了很多次, 有万千种方法, 是一样那么快, 不过我们是无机会去讲, 如果我现在跟人做, 会被人告是无牌行医的, 是吧, 所以只有发布多些资讯, 希望你可以有缘分看, 我亦做了一些专题研究, 譬如在用非西弱的方法, 怎样可以止痛这些, 止痛其实所有痛苦, 都跟心有关, 即是你过得痛才会痛, 我经常都举这个例子, 假定有一位女生, 她做完手术痛到不得了, 那男朋友下班, 立刻赶来, 搭的士飞的士来来, 来到这儿, 抱着她试试她一口, 她立刻有几分钟完全, 什么痛都无, 等到男朋友走了才继续痛, 这一个就是, 你如果跟着这个方向去想, 你就知道有很多种方法, 痛是一个讯号, 是个身体告诉我们, 哪里出了问题, 哪里出了问题是生命里面, 其实有什么情况是出了问题, 我们是要自个本, 不是指标不重要, 你现在出血是要止血先的, 痛是要去止痛先的, 不过西基都讲的, 你吃那些止痛药, 其实没有解决问题, 会令到你现在所谓不痛, 但将来更痛, 你自己考虑, 有太多方法, 不用吃药可以止痛, 只可以这样讲, 多点留意长国拍片, 只讲首疗, 只讲其他能量疗愈, 这些, 只讲绿色健康, 回归自然, 几百条片, 讲都讲不完, 希望你有缘分, 去一起研究,好吗? 多谢阿咪,多谢你, 拜拜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